中华职棒热天女孩 林翔外形相当亮眼 近日还推出了写真 红到日本去 有日本男星就分析原因 原来日本的审美观念就认为了 有刘海 卧蚕 还有大眼睛等特质 就很漂亮 才会获得日本男女生的喜欢 主题日舞台上大跳风靡 日本的狐狸舞 中华职棒热天桃園拉拉队林翔 甜美的外表拥有超高人气 在上班族趴活动中 特别换上OL套装 几乎成为球赛之外的最大看点 不只在英元舞台上发光发热 他也推出写真集 更是红到日本 去年刚加入拉拉队 比较多人 就是比较多黑粉不支持我 但是他们最后都会 私讯我很长一段说 我一开始没有很看好你 我觉得你跳舞跳舞不好 但是我看到你的进步 就让我觉得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这样子给我这样子的回客 觉得有吓到 推出线上数位写真 林翔还被封为是拉拉队界的 超级新人 打开知名度 其实在他之前 也有一个拉拉队员 红到日本 获得媒体大篇幅报道 中信兄弟拉拉队 勿称拉拉队女孩爆红十足 不仅拍摄日本杂志封面 还登上日本节目讨论 近期有日本男星分析 他们会走红 其实有三大关键 拿出两人的照片比一比 男星点出主要从外表上来看 刘海 大眼睛还有卧蚕 是日本喜不喜欢的关键 由于两人都有这些条件 因此获得日本男女生的喜爱 其实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 像是艺人心缘结衣 也具备同样的三个条件 因此能持续拥有超高人气 可见日本男星的分析 真的颇具指标性 当中新闻娱乐中心 在台北报道